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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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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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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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你未試過在玩具TV,那麼多人都未試過說五星物餘 對,為甚麼呢? 你介紹甚麼可以嗎? 都是模型的 一天手掌,一天模型 現在更好,做型穿出IMS 多了一些玩法,還有出1-1-4-4 剛剛出了一隻黑騎士 我都說得太多了 你會否覺得近代的年輕人會對這個比較陌生 因為他的年載也短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也是年輕人,但我也是後追 對,我只是從後追 我們說簡介一點 我不會的 永井戶 對不起,永野戶 最近看了多一些日文名字,我撈亂了 有女優姓永井 沒有 我們回來 有,有一次是你練的 有 是嗎? 沒馬 這個應該是理屬多了,永野戶 我不會的 我棄了一番,我很白地說 自從這個魔道大戰 你看到這個海淵死得不明不白 而再看這個永野戶的訪問 咦?Douglas Cairn很受歡迎 就是這樣 弄死他 我還怎樣追下去 這件事也不是重點 魔道大戰已經滾滾的 你原本剛開始有一個非常之 我用完美來形容的偏年史 他根本由第一集到大結局已設定好 在星團力由這個殺到7777年 整件事沒問題,我是看得很開心的 我只背了星團力內的細節 你會越寫越不知做甚麼 然後自己改過星團力 你剛看了那些 GHM嗎?我忘記了甚麼 GTM 他將全部東西扭轉變成新的玩法 你還不棄回來做甚麼 我不明白,他本身的構思很天馬空 但他突然間會再… 這才叫天馬行空 再扭天馬行空 你由頭炒冷飯炒過 炒過不要緊 你做個GTM 真的不要介意 我只會騙錢 醜樣到一個點 醜樣 你原本真是… 你看回他… 坦白說 現在真的永野的機設 我終於可以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來運用 因為原則上應該只有自己才可以超越自己 但你出完GTM之後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取代早期或正常形態的永野戶 我想一直以來都沒有人可以走這條路 即是他那種機設 你不能模仿 這個風格真的無敵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有生物類的背景 涉獵了在機體上 所以你很多時候看到我們以前看過都是高達類 都是很機械人、很鋼鐵 但他出手筆的東西 都很多很不規則的線條 或者機械的樣貌 那些巨大感 是完全是很離題的 跟機械那些 而且都是那句… 已經說到鋼氣了 什麼叫天馬行兇呢 他真是天馬行兇到一個極致的 無論是戰鬥場面或是人切 其實我是購買的 你本身說花滴馬那些 下體瘦到可以套進去 兩隻香雞腳 我又不是說負責解這件事 我補充一句 其實我是購買的 沒錯 但都是那句 即是一個故事 你要吸引讀者 其實故事架構很重要 算了 我再說下去說粗口 還有我覺得很搞笑 就是我看回他們的漫畫 他們的機體兩個在戰鬥 已經打了六十幾七十個小時 那為何會有這麼多能源 為何會有這麼瘦的機體 你本身其實真的說他們的機設 馬力是無限大 沒錯 你後期四 即第三世代的最強幻象 已經是去到無限大 不需要說到黃金電騎士 當然他最過癮就是 我當他是機械人 其實真的要有三樣東西 去合起來 才能夠駕駛 第一是騎士 第二是花迪馬 第三是MH本體 他也是有人性的 三樣東西撞在一起 才能完成一個完美的戰鬥機械 這件事是很破格的 因為真的無可能是一個人做人 再加一個人 再一個戰士 再一個機體會有生命 好像說到 沒有人 我看你準備了很多東西 這是1986年 在New Type 連載的漫畫 我們可以看看當年New Type的一些封面 有做功課的 沒有話說 真的很漂亮 這傢伙和傅堅都是同一類人 你出Final Fantasy 你不會見他有連載 另外他應該是誰 你也知道 是星優 拉基烈斯 他真是滾回拉基烈斯 這傢伙是以工作與娛樂 我又不是negative 他扮女生是不錯的 因為他真的沒有腳毛 對 他的樣子是挺美的 這傢伙是連火焰放射器的LED Mirage 下面是一個模仿 我先叫模仿 因為他真的不是柏特拉傑幻象 但這個造型我相信和柏特拉傑幻象 即是大家口中所說的其中一部 黃金電騎士是預出一切的 而黃金電騎士不欠罪 有錯 我全部靠機器 黃金電騎士其實有三部 但第一部不是黃金的 那部是奧津 是黃金電騎士一號機 不是這個 二號機才是變態戀和匹皇帝用的K.O.G 那這個呢 第三個就是柏特拉克傑幻象 即是假的天照帝 用的就是柏特拉克傑 當然 其實你說水龍也有機會是 後話 這裏就會看看一些人物的設定 有人造人 還有一些騎士 上面是最恐怖的戰鬥機械 是殺人集團 東方第一幻象騎士團的騎士 而正中間在下面的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羅渣伯爵 我真的記得殺人 你記得真厲害 當然了 這個fighting machine也不是流行的 當然這個變態戀童匹皇帝就站在旁邊 反而 是哪一個 這個 這個 黃色褲這個 黃色褲那個 他當然另外一個身份就是疏逼 這個有追開的我也不詳談了 而下面 這一件東西 其實跟上面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傳說中一陣會介紹 搞成一堆屎的GTH BANG DOOR 沒錯 這個就是新的版本 新的機器 完全是很不同 Holy shit 畫是很漂亮 我完全不會對他的原畫有些什麼 就是很漂亮 好 我就帶了兩本新的Type 咦 為什麼是超音戰士的 因為我一直有超音的東西 順便介紹五星 因為它裏面會有連載 因為我以前中學年代是看新的Type 嘩 封面這個就是汪達史卡茲 或者叫做雲史卡茲 它是由新的Type開始連載 新的Type已經很久了 又不是第一期 是186 我記錯就不是第一期 不是第一期 雲史卡茲也是一部很棒的MH 不是第一期 不是第一期 對不起 等一下 沒有啦 它之後會有些 設定 這裡 等一下 多一句 如果大家有看五星物語 不妨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 好 這個本身就是Official Arts 不過我看上去就是這個 即是叫做劇場版 或者OVA版的設定 因為本身真的說回線條 OVA版或者劇場版 是硬朗很多的 各有各好 而本身真是想不到 即是初初看第一集 原來其中一個以為是小丑的角色 竟然將來會成為一個極強大的騎士 我講的就是黑騎士 三代目 基本簡介就是這麽多 第五代 是 那場戰鬥也非常精彩 最後射身一擊 一刀下去 沒有 真的用一個 即是死了也不知何事 他講明這招 你基本上 見到出這一招的人 是不可以生存的 一是你死 一是他死 這是秘密 原來有買到V3嗎 不是 因為這一盒 他會有送到一些簡介的 例如引息幻象 Tera Mirage 例如當時出了哪幾款呢 大概是8000至12000日圓一盒 這個1比100 那為何會砌這套東西呢 其實在聖誕左右 混合條率 如果混合條率就不會砌這隻 是砌其他東西 又是對的 你女呢 Sorry 我一直都單身 所以才有時間 試奉一下德爺 砌一下EX 都幸好只有德伯 知道我單身 又沒有什麼工作 就有空 就給我一些寄託 好 懂的 原來今晚 好 好 又是受人手托的這隻 一開 星團三大MH 其中一部 破裂之人偶 Bang Door 我自己覺得機設又是無敵的 這個美麗 我不敢鬥 我想問一下 德哥你有沒有收藏這類 怎樣收藏呢 你有沒有買過這隻 其實我有一盒 Water Dragon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Douglas Client 所以它有一個特別小型的版本 連同金色 就是它所有金色的甲 就給你金色 我又買到那一盒 但坦白說 Wooks 我不是說它出得差 它出這個SFED 或者出這個其他模型 其實水準挺高的 有隱藏水口 塞得挺舒服的 不過 造型穿這一堆 你講了 我不講了 你清楚一點 你夠敢動手 最初我收到這盒東西的時候 就是開了 有小小件是砌了 因為當時朋友砌了一兩件後 就覺得原來很難 然後在那裏就放在那裏 看到我有砌開模型 聖誕左右就拿出來 就跟我說 David可不可以幫我忙 我初頭看 應該不是很難 不懂 受冷猛 應該件又不是太多 件真的不多 你沒有說錯 10版左右的東西 不會很難 我就拍了心口 拍完心口 就知道心口有問題 因為它的膠 是很特別的 例如現在藍色這隻膠 它不硬 是軟軟的 所以你一有什麼事 剪錯 沒有受補 因為很容易就要放下去 它有一個優點 我也覺得是優點 它不需要特別顧慮到安全問題 尖到 所以剛才你說的件軟 你一剪錯 剪錯就糟糕了 你便收檔 你便買了 保肚自己 自己吻出來 而且它全靜 譬如骨架 外甲 都是軟膠類 不硬的 所以你要真的要站直 一隻 站直 不跌 是超級難的 是不可能可以 你看回本身的設計 你這些超夠極 三釘 高跟鞋 怎麼站 你不加台座 你很高 根本就很高 而且你軟的 它整隻東西 你不像砌Bandall的模型 它整隻軟 好像中了化骨棉掌 它真的會分題 我未開始砌的時候 我上網搜尋很多資料 因為我沒有碰過這個品牌的模型 然後見很多 譬如日本 或者其他國家的模型師 他都會在 關節與關節 或者是外甲 加很多銅條 因為他不會再動 是呀 因為我初來不知為何 還不用動 他真的不用玩 應該沒有太多需要 然後越砌越來 噴好油 開始 白了 咦 跌回來了 越白越跌回來了 然後 為何腰又歪了 頭又向前滴 對 好像這些膠盒管 我最初不懂不知 噴了黑油不算 你不斷也偷笑 因為這些軟膠要用一隻軟膠的primer 我沒有接觸過 噴了幾次 然後才上網搜尋到原來要打底 這隻藍我特別混了有少許珍珠 有少許珍珠的顏色 上鏡好覺 對 上鏡好覺 然後是比較 本身朋友給我的藍 是比較深色一點 但是因為我看回他的機設 很多時他都是比較粉 是 所以我可以混淡這個顏色 讓他淺色一點 看起來會舒服一點 沒錯 噴了所有東西都不難 但是就是早裝 你平時只是想不到早裝 反而是一種痛苦 我昨晚8點多 裝到12點多 打算試裝一次 是放棄了 我裝了4-5個小時 那邊又掉出來 然後要轉很多洞 加很多管 去搏回他 暫時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你說我自己給了幾分 我真的不合格 因為其實 如果要做好一隻五星 這些機設 如果每天給幾個小時 我想要半年以上 最痛的是關節和關節之間 當然你如果有經驗去處理它 你基本上是每組一個位 你要想定大概將來 會放一個什麼姿勢 你真的想定 你就索性在那些位置打膠水 做回預定 例如我最常見的是單手 因為剛剛出場的時候 是很帥的 一隻托著劍 握著盾 就是封面的姿勢 你便做回這個姿勢 然後你就瘋死它 全部都搞定 沒有問題 因為有些位置是很犯駁的 有些位置是他動不了的 因為他的外甲會擋住你 會頂住 那很奉勢 你問我其實 他是否不適合模型化 我覺得不是的 但是 我想 真是 Bandai才可以有辦法 出到一個 即是符合到大家要求的 模型 或者可動玩具 亦都很明白 就是為何日本 或者香港 一些原成品 價錢是非常之貴 哇大哥 你只是人工時薪已經 沒錯 我不想再說 真的 神經病 所以我覺得 真的值得 去給那個價錢 還有 剛剛 這個產品其實 不是那麼舊的產品 是嗎 這十年 還有剛剛 才新出了 我不知道算是炒冷飯 是怎樣的 Lad Mirage 已經有一個輕裝版 是新出的 另外 就直接出了 1比144系列 也是我最喜歡的第三世代 黑騎士 如果觀眾有入手的話 不妨分享一下 1比144的黑騎士 組裝感覺 這個我真是想知道 或者叫Derry 組一隻 但是1比144的The Bank 那些東西是差不多的 和1比18 那種 組合 組合 即是原件縮小 應該是 因為我上網看 有些日本人 都是組裝1比144的版本 差不多雷近 那種版數 或者那種 那種拼合的方法 因為其實 如果只說1比144 除了剛剛推出的黑騎士 之前也推出過 SR1 SR2 即是專輪系列 他都有推出過 相對比1比100 就算是容易處理了很多 這個一定 但是 可以不可以 我又覺得差一點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很漂亮 不是 這個透明 它是透明的 是 是 是 這個 V3系列 開始 它的發動機 就已經去到無限瓦力 是 亦都主要是 裝配這個火焰放射器 就是摧毀整個 宇宙星團的 殺人機器 就是由這段時間開始 神經病 我覺得五星的世界觀 是太瘋了 東南西北的太陽系 太陽系之後 還有其他的 救家 他的世界觀 還不是騎士 他還有魔法 原本魔法師的實力 就相對比較弱 不過自從魔道大戰之後 這個 不想再說了 我已經不再看了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肯寫 寫一百年就可以了 我最後說一句 五星的事情 我不會再做了 抱歉 還有如果喜歡五星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將你對於五星物語的感想 share一下 那我們大家 開心心地 慎一下 待會見